刚才提到Hermes这些奢侈品牌 刚刚有观众谭小姐想问 美股是否有ADR买 她说爱马仕 现在可不可以买呢? 她说主要是买不起手袋 所以想拥有 如果刚才你说贵不贵 其实这些股份 其实这些概念是贵的 贵的情况是 因为之前早两三个月已经扯上去 大家已经捉了这个概念上去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这么说 如果你说去看一些主体概念 其实有时候也要看看 那一刻的估值值不值得这样去博 如果你说估值便宜就算是正 但如果还合理不去到很贵 也有直博率高的 我现在先回答一点短线 但是你说如果在这一刻 估值那么高 我觉得直博率低了 那我会等待宁愿回多一点 但突然你说 其实你是想做长期持有的 那你的做法又不同 因为如果刚才我回答比较短线 就会看多一点 但如果你是长期持有的 那我不是的 你瞒瞒瞒就立刻买下去 但是如果你有些好看好的 通常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我怎样都会最少有两柱 一柱就是我真是这一下 想买一柱 另外一柱就真的 会用多一点分析 心思和耐性 然后之后才加的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 这个是我个人有时候会这样做的 是的 就是你长线的品牌 都是看好 不过就分注了 是吗 会的 因为其实 为什么刚才会说 就是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 这么多人说Hermas 或者刚才提到的一柱 就是这个情况 你的爱好者 其实你是无论如何 都其实会去抢 对 用个抢字 尤其是真是的 就是你进去买东西 大家都知道 真的 那个玩法就是 你买了很多不同的 accessories 然后才开始拿些袋给你看 其实这个玩法 就是大家会明白 会令到它的毛利 会更加提高 因为其实 就是好像Tie 这些的accessories 其实毛利是挺正的